你实际上最好的 这是拧筋 还是松 嗯 这是第一次 先把外边的罗摩松掉以后 筋里边这个就大了 往这边筋 这四个 先要做松了 然后筋里边再大 外边这个做二次罗摩松掉以后了 筋里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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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不是全部跳好了 跳好往这边 因为对称动跳 不能跳一枪 跳一个方向就错了 知道吗 你先把这个筋里 这四个再松不掉 对 再松掉以后了就是 不松一步 它压干净的 必须要干净压要取选 知道吧 就是跳里边的大了 往里边就压了 一般主要跳这边的几个 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六个论子 一边两边两个就是 它是1.356 7.8 一号拔的一笔鸡腾 就是把钢筋再压中间就行了 但是这个跳这个幅度 不可能一次性能跳秤 你如果跳 先就是跟筋下去压钢筋 先思想就是跳这肚 钢筋出来跳这肚 如果不行的话再跳 就是这情况 你看就是把钢筋压在那 多少子 这个八个论子 都要压着钢筋 第一次都压着钢筋 你如果不压到钢筋 它就不称钢筋 跳不出来也不 就是不会质钢筋 就是嫌清醒的压住它 压着出来钢筋 嫌不要跳幅度过大 嫌压着出来如果钢筋一砍 不质了 就再往里边压 再往里边击一点 再往里边击一点 尽量一完之 通四走这几个论子 不要胆怒跳一个 这么跳好以后 就得嘎子嘎下去 必须得 很多时间必须把那嘎子嘎下去 我的 都答应 我 你 我 我 我